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明報 《多人多》5點目新聞直播 今天是12月3日 約克區現在的確診率 被多人多封城前還要高 是否很快就會封城? 加拿大衛生部說 最快在一個星期到10日內 批准輝瑞疫苗上市 安撒今天公佈的新增個案 升至1824宗 大衛生廳說 由於技術故障 倫敦市今天公佈的數字被高估 安撒在過去的24小時 共完成52,900個檢測 而在大多區裏 皮爾區有592宗新增個案 多人都有396宗 約克區有187宗 全省檢測的確診率為4.4% 而同學校有關的個案增加122宗 包括94個學生28個教職員 由755家學校有個案 有6間需要關閉 英國在昨天宣布批准使用輝瑞疫苗 為何加拿大都有同一藥創出品的疫苗 但審批工作就慢人半拍 加拿大衛生部首席醫療顧問 三馬醫生今天就解釋說 英國批准的是一個臨時授權 正在授權疫苗中其中一個批斥 而加拿大衛生部則是所有批斥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審批 特別關注運來加拿大的批斥 她理解過問看網疫苗儘早上市的心情 但說這項工作需要花費一定時間 而且必須保證審批工作正確沒有出錯 不過她說輝瑞疫苗的審批進展順利 最快在未來一個星期到十天 就可以做出最後決定 除了輝瑞疫苗之外 加拿大衛生部現在也在批斥著 Moderna、AstraZeneca和Janssen 另外三款的新冠疫苗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聯邦公共衛生當局 今天向公眾報告疫苗派發的運輸計劃 他們說最快聖誕之前的12月14日 是會做好一切的準備 明年年初就可以大規模運輸和派發疫苗 受總理委託負責加拿大疫苗運送工作的 將軍福廷說 1月初開始進入加國的疫苗 最有可能就是輝瑞和莫德納的兩間藥廠產品 根據他們的情況不同 目前制定的派發方式也不同 莫德納的疫苗首先會運到加拿大某一個地方 然後再轉運到各個地點 但是輝瑞的疫苗就會直接送到進行接種的地方 這是因為輝瑞的疫苗 是需要在零下攝氏70度冷藏 10天之內不能打開雪櫃 加拿大各個地方 將會有14個地點用來注射疫苗 他說所有的省份都已經確定了注射疫苗的地方 到了12月14日 這些地方就會準備就緒 隨時都可以為人接種疫苗 疫情期間為人為己 記得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啦 在兩個星期前 藥克區被過了封城 但是現在的情況似乎不太理想 病例數目增加 有醫院已經超負荷 有些報告也顯示 藥克區檢測個案的陽性率達到6.29% 比多岸多封城之前還要高 令人擔心藥克區正處於被封城的邊緣 藥克區副首席醫療官說 當局證嚴駕鑑控門檻 但就沒有說接下來會否封城 他又說皮爾區和多岸多的情況 和藥克區明顯不同 因為這兩個地區 前幾個星期報告的病例數目 都一直高企 他又說 即使藥克區的病例數目有所增加 但追蹤病毒源頭 和藥酸到目前為止還可以跟上 又說控制藥酸 要約10至12天才可以見到效果 但如果有持續的重大變化 就可能會封城 多岸多大學一名流行病學家 就不認為紅區防疫藥酸 有效壓制藥克區的疫情 根據臨床評估科學研究院 11月最後一個星期的數據 藥克區有6個社區的測試陽性率 都高過6% 其中有一個和賓斗市治病的社區 據報是全省陽性率排第二 有20% 而在藥克區裡面 陽性率第二高的社區 是萬金市 達到13.6% 其次是Concord 有13.1% 而兩間醫院的情況也很嚴峻 萬禁多福醫院已經超負荷 而列治民山的密建市醫院 也接近負荷的上限 安省首席醫療官威廉斯醫生 今天就被問到 會不會有更多地區 進入封城狀態 他就這樣說 明天會向衛生廳建議 某些地區 應該按照五色防疫級別變性 可能是要綠變橙、橙變紅等 總之是要向上升的級別 即是收緊防疫措施 多倫多的疫情未過 疫苗未到 仍然在封城 但多倫多市政府已經默羅緊固 計劃好2022年開蒸空屋稅 估計這個稅項開蒸之後 市政府每年最少可以獲得 5500到6500萬的收入 講到錢 市長莊德里這次無鬥圈 他直接就說 我支持開蒸空屋稅 政府加稅 通常都會有一個很偉大的理由 今次一樣 莊德里今早就說 蒸收空屋稅的真正目標 並不是市政府臉財 而是向那些將物業空置的業主 發出一個不鼓勵的訊息 多倫多沒有辦法承擔一個 有數千房屋空置的局面 如果落實了空屋稅 那些將空置房屋作為投資用途的人 就要考慮一下 他們是不是還繼續需要這樣做 空屋稅的計劃 現在是在起草報告的階段 這份報告會在下個星期 在莊德里主持的行政委員會 討論和作出初步的決定 報告建議 市政府要成立一個專責工作小組 負責落實這個計劃 實施的日期暫定在2022年 市政府的官員說 現在不知道多倫多市 究竟確實有多少空置房屋 但是如果按照現有物業估值百分之一的計算 空屋稅每年可能會有五千五百到六千五百萬的收入 市政府初步估計 目前大約有九千到二萬七千戶的家庭 它的用電用水都很低 甚至是非常低 所以可以想像 這些物業已經很久沒人在這裡住 而很多共管大廈的水電 因為不是各個單位獨立計算 所以更加沒辦法估計到 中間裡面有多少是空置 一說開蒸空屋稅 有人就會擔心會不會影響樓價 但是如果看看實施了空屋稅的溫哥華 樓價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大灣地區房屋市場11月份焦頭火熱 房屋成交量突破了三千間 達到三千零六十四間 這是2015年11月以來的新紀錄 屋價方面 大灣獨立屋基準樓價 比去年同期更加上漲了百分之九點四 達到一百五十三萬八千 如果以溫哥華的例子看 業主不用怕 準備買樓的人也不用縮 預備好交錢給空屋稅就可以了 多倫多有間小學有二十六個人驗疫 四百人在家隔離 但是這間學校還不關 有教師不滿罷課抗議 多倫多東約克Frontcliffe Park公立小學 上週進行無症狀者志願測試 發現有二十六個人驗疫 包括二十三名學生和三名教職員 今早有三名教師因為覺得上學不安全 拒絕上學校上課 目前這間學校有384名學生和二十七名教師 雖然留在家隔離 但是這間學校仍然開放 多倫多公校教局的人表示 這間學校現在本應該有三十名教師繼續工作 但其中三人今早拒絕上學校授課 這三個人的課暫時由其他人頂上 教局現時正和勞工廳和相關的教師溝通 了解他們的憂慮 多倫多小學教師聯會主席表示 抗工的教師是覺得學校不安全 最大的問題是 政府和教局未對學校 在什麼情況下會被關閉頂出標準 另外 他批評衛生局對追蹤密接接觸者的工作不夠透明 對於教局為什麼仍然未關閉學校 教局的人解釋 他們正是按教局內衛生專家的指示行事 他又說 教局在所有學校都已經做足防疫措施 加拿大軍隊會負責疫苗的運送工作 由國防參謀長曼斯在上個星期發出的Operation Factor 首次明確說明軍方會怎樣幫忙 根據這項命令 加軍將會準備隨時去西北亞、德國、美國等地 將疫苗運回來加拿大 又要負責向加拿大各地分發疫苗 同時也要應付與疫苗無關的緊急情況 參謀長曼斯預計第一輪疫苗會在春天的時候到達 到時的挑戰是要怎樣部署軍隊 因為到時各地可能會有水災等問題 有可能要加軍參與解救 所以要預留人手來應對突發情況 他又說 雖然命令在上個星期才發出 但他們在過去幾個月已經開始規劃 一旦疫苗獲得批准 軍方將會隨時準備好參與派發工作 但他亦說有許多未知因素影響軍方的部署 他說還未清楚各省份的需求 以及疫苗的交貨日期 他說要知道各地的實際需要計劃才可以落實 而今天在國會中 保守黨又再挑戰自由黨 要求了解運送疫苗的計劃細節 保守黨說加拿大人有需要也有權了解 他們何時可以接種疫苗 誰可以最先接種 以及政府分配運送疫苗的計劃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2度 明天的平均氣溫約3度 今晚的油價是101點剛才 明天預計會是無聲點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許智峰今晚透過Facebook宣布 結束一連三天的丹麥外訪正式宣布流亡 並退出香港民主黨暫別香港 民主黨說已經收到許智峰的退黨通知 中委會尊重和理解他的決定 並已經接納了他的退黨申請 許智峰聲明說流亡決定闖絕 目前還未決定在哪一個國家停留 也要先安頓好家人 計劃家庭、小朋友的未來、生計等現實問題 許智峰無意向外國尋求庇護 他說他有一項個人堅持流亡不是移民 他永遠都不會移民 永遠無法在另一個地方落地生根 他的家只有香港 這個也是他沒有尋求任何國家被護下腳的其中一個原因 他寧願四處漂泊等到回家的一天 他已經下定決心必定會回家 在官服後的香港和大家的膀底流淚相容 許智峰在訪問丹麥期間曾會見丹麥國會議員 要求歐盟支援本港示威者和韓北京施壓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認為 許智峰的行為說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一案 星期三黎智英到警署報道時被通宵扣查 直至星期四早上被押去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事後他不准再保釋 即時收押到明年4月再審 而同案的兩名被告 集團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 就可以用20萬人士和20萬現金保釋外出 行政總監黃偉強的保釋金就是10萬現金 黎智英和周達權、黃偉強和被控一項欺詐罪 案件是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惠德審理 根據控罪書顯示 案件主管是國家安全處高級督察馮俊義 控方在庭上申請將案件押後以待進一步調查 包括調查涉案公司的銀行戶口和財務記錄 期間控方反對所有被告保釋 法官蘇惠德在聽了控辯雙方陳詞後 拒絕黎智英的保釋申請 但卻允許周達權和黃偉強 兩人繳補後審 三名被告人被恐於2016年6月27日 到2020年5月22日期間 向香港科技員公司隱瞞 並且在未獲得科技員公司許可下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在違反契約規定下使用了 將軍澳工業村進行街8號的全部或部分 令到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和力高顧問有限公司獲得利益 或導致科技員公司蒙受不利 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會蒙受不利 涉案的力高顧問有限公司從事公司服務 三名被告是這間公司的股東、董事和僱員 洪方說《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大約在1999年 和科技員公司簽訂租約 遭用將軍澳工業村用地 條款列明租戶必須從事創意工業 但被告將部分物業租給力高顧問 直至今年3月力高才搬出 被告涉嫌違反租約條款超過20年 洪方指出《蘋果日報》在案發的4年裏 收取了力高顧問接近1,980萬的租金 而相關用地市值大約5億6千萬 被告涉嫌值此騙取較低廉的租金 多年來科技員對此事並不知情 直至今年3月因為收到傳媒查詢才令事件曝光 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快必 早前一幕在街站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 被控法必煽動文字等3案共14罪 洪方早前申請將案件轉交給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 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慈今天在區域法院處理爭議 陳廣慈在開定時隨即表明自己是國安法的指定法官之一 他強調無論他是以指定法官 還是區域法院法官身份來處理本案 他都是有能力和有權去處理 再討論月權問題就會流於學術討論 他又說自己是本案的駐身法官要控辨雙方推進 對於案件是否屬於國安法的範疇 控方表示由於本案已經轉交給指定法官處理 已經滿足港區國安法第44條有關要求 沒有進一步的層次 辯方也說現階段沒有進一步層次 最後爭議會在稍後階段提出 控方申請將三案合併處理得到法官的批准 在控辯雙方不反對的情況下 將開心日期定在明年的5月10日 預計需時5日 將會傳召5名控方證人 而譚德志的保釋申請被否決 需要繼續還押 另外辯方早前申請終止聆訊 法官定在明年的3月31日處理 《非凡三合》 《非凡三合》 在10月28日晚上1年6集8點半 在翡翠台播映的 這時覺得自己腦衝著拍到 都不明白拍場戲為何要有母子 是呀 直接要有母子 是母子指導我 是母子指導我 即是第一次 你不懂得去工作是嗎 不是 我不知道多熟你都不知道 但我確實證明 娜姐對於拍親熱戲 藏戲 諸如此類的 是比較差的 因為我上一部跟她拍過 《戰毒》 我很多藏戲 《戰毒》 《戰毒》 他們兩個在互相討論 究竟哪一個 哪一個有嘴氣 我們正當娜姐是一件貨 是呀 即我跟TLM和十三哥 即是編劇 討論究竟那一口是哪個嘴 但我們完全沒有問過她是娜姐 完全沒有理過她 但他們在我旁邊討論 是的 他們當我不存在 完全沒有想過她的感受 當她是一件死物 你嘴還是我嘴好呢 TLM 你覺得 然後十三哥就去解釋 我就覺得TLM嘴好像好一點 然後我說不是呀 真的沒有理會 真的沒有理會 那最終是誰嘴 最終是看劇 最終其實是 不過其實他們兩個是 十三嘴 十三哥姐姐 應該是這樣的 我自己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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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要這場 拍完我去剪掉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部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 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三個月 送部上門服務 每天把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去到你家 只要打個電話 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 多倫多是 416673-8211